通用公司在本土的业务 通用汽车领域的技术投资 通用汽车称 美国商务部声称 为了保持本国工业产能 目前正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考虑是否将汽车进口关税上涨至25% 但近期中美因不当的技术转让纠纷 彼此之间互有针对性关税措施 再加之特朗普政府此前对钢铝进口加征关税 均加重了潜在性负担 长辞以往将削弱本国汽车工业 在全球的竞争能力 如果进口关税措施与具体推进经济发展 和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不符 那么加征汽车进口关税 有可能导致通用在国内外业务的萎缩 和美国当地就业岗位的缩减 过高的汽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 会削弱其海外竞争力 尤其是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 且不提通用汽车有几款美国出售的车型为进口车型 其中包括中国生产的 别克昂科威 Invision 通用在美国工厂制造的大部分轿车和轻型卡车 所用零部件 有30%来自于进口 加征关税的举措 无疑在为他们提升汽车制造成本 即便不涨价 我们选择承担关税或工厂搬迁带来的负担 这仍可能导致投资 就业减少 以及员工工资降低 通用汽车公司补充称 投资减少和劳动力减少的附带效应可 能会推迟取得技术突破 并威胁到美国在下一代汽车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 可以按下宾 我需要带达出